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秦岭还真是有点龙脉的感觉 但是他不是陕西的龙脉 也不是某个领导人家的龙脉 而应该说他名副其实的是我们中国的龙脉 一说龙脉 大家一听 这是不是又讲迷信 怎么讲呢 要说我们中国 您会说中国有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吗 中国最大的特点就是南北方 气候不同 饮食习惯不同 生活习惯不同 文化也不同 一个是长江水系 一个是黄河水系 那么长江水系和黄河水系怎么就给分开了呢 那么秦岭就是一个我们中国南北气候的飞水里 那么秦岭到底在哪里呢 他从西到东 在不同的地方名字是不一样的 秦岭山脉 它是一个山脉 所以呢 在不同的地方 他的名字是不一样的 他不仅仅在陕西 当然陕西一段比较有名 那么秦岭到底在哪里呢 我们一起来想一想 要说这次拆掉那个别墅的地方在哪里 那是叫做中南山的地方 中南山在哪里呢 中南山就在您说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的南山 所以在西安的南边 中南山 那是我们中国从古至今 隐世待的著名的道教圣地 他呢 在古代也是达官贵人 别墅比较多的地方 我们知道的唐代著名的诗人王威 所以他的很多关于那个景色的描写 就是写的描写的中南山 所以呢 秦岭的北路中南山 这一次被很多的高级的别墅被拆掉 那么要说秦岭呢 还有一个著名的地方 那就是华山 华山也是很有名的山呀 是我们中国最危险的山 攀登华山呀 自古华山一条道 那么危险的险峻的山 其实呢 它也属于秦岭山脉 那么古代的这个韩古关 也就是今天的铜关 它呢 是从东边进入古长安的一个重要的关口 那呢 也是秦岭山脉的延续的铜关 今天把它叫做铜关的地方 那么从东边继续延续的话 延续到了河南省的话 它就不叫秦岭了 那么继续往西的话 大家知道的著名的秦始皇兵马俑的旁边 还有那个西安事变的时候 还有杨贵妃的那个温泉等等的 丽山 丽山也是秦岭山脉的一部分 还有旺西 大家知道的太白山 也是秦岭山脉的一部分 包括到了到了那个甘肃的麦基山呀等等 都属于秦岭山脉的一部分 那么秦岭山脉的北边 北路 北路 这次是那个别墅拆掉的地方 那么翻过秦岭以后 到了南面陕西省的陕南 那里的气候 基本上就是南方的气候了 也是我们中国著名的 珍贵的猪环鸟的生息的地方 还有呢秦巴山区 就是秦岭山延续过去的巴山 秦巴山区 那就是大熊猫的养殖基地 大熊猫的生息的宝贝的 一个自然环境的地方 所以呢 秦岭呢 它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 中国的龙脉 它是一个横贯东西 把中国分成了南北不同的 气候的一个分水岭 它可不是陕西独有的 它的的确确是中国的龙脉 好了 红叶漫谈 这一期就给您聊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听收看 快乐相伴一起成长 下次见 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